高峰匯友 以為攀登牛市高峰過程中 會聚志同道合好友 共同測局 破解股市謎題 借助香港製造的平台 會聚各界專業投資專家 前來互動交流 分享心得 既能幫助觀眾於牛市重臨前提前部署 制性善機 主持人Alan Wallace Hello 回到今天最後一節 Google Trader剛才說 介紹股票之前 他才有一個故事 先跟大家分享 不關Google Trading的故事 我叫Cyrus 不是Google Trading的故事 是Google Trader Google Trading的升級版 這是Level 1.2 這個就是 B4設定你的Framework 抽到Algorithm裡面的Data 之前的時候需要做的 就是究竟你那部電腦 你用來做什麼 你的定位 其實很少人會想這件事 因為我很多時候會喜歡用心理面去想 這個定位的題目 即是你經常在想什麼 是啊 跟我聊天 尤其是女生 然後呢 就是 不好意思 先喝淡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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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我老婆在看 我想說的是什麼呢 定位 因為其實 其實有 我相信在座 我在看的觀眾 其實有很多人都很專業 其實你最需要找一個問題 就是 究竟你的定位在哪裏 其實 其實想到一個故事仔 其實之前應該少很多大家都聽過 例如說 那小朋友去到樹林 跌了八斧頭 你砍樹也跌了八斧頭 然後有個女神呢 就升了上來 首先 不關華盛頓事 是的 在砍樹 女神 慢慢來 你在砍樹 拼了個斧頭 那你不見了那把斧頭 很徬徨 好 然後呢 找不到斧頭 很傷心的時候 有個女神升了上來 就說 你的斧頭 是不是這把金色的 那如果你回答 那怎麼辦呢 就被女神砍吧 那還有第二把 銀色的斧頭 不是這把 什麼同學故事 先看著時間 我們只有20分鐘而已 然後呢 待會再問你 是不是銀色的斧頭 你都說 是的 我又砍你了 其實你不見了那把斧頭 是金屬做的 然後它拿回給你 你說yes 那你就得到你想要的東西 我想帶出個point 就是說 其實 你接觸久一點點 這個市場的時候 你是找得到 你自己的定位在哪裡 你是會贏什麼錢 例如我自己來說 其實我贏的錢 都是三part 第一part就是 就是猜個event 就是上次說 我猜人心 就是猜人心 猜人心會變動 那時候已經是2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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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00,000 200,000,000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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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0 現在已經是198 其實猜些event 第一點 第二點就是 猜一些拆掉小局 接下來說的股票 就是會說一個 關於拆掉小局的 logic 以及怎樣設定一個framework 第三part就是 最simple 最vanilla type 就是你猜一個大市 低位 買上去 破位 charge 股值 等等 技術層面 價值層面就比較少 所以的話 其實最直接的就是 剛才講的故事就是 最想找到你自己的定位是什麼 我其中分享的例子 就會講股票 就是一隻六月頭上市的股票 可以說 新的上市 IPO的 叫做 穿控股 六月八號 就是穿控股 1420 首先名字不太老例 穿控股 很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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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上市就穿 是的 其實我找到一些矛盾面 其實我最喜歡找一些矛盾面的事情 例如是什麼呢 其實有一個叫做 矛定效應的一個engar effect 在心理學裡面 就是說 其實問你很簡單的問題 就是說 你只要猜一件事 之前給你一個assumption的時候 例如問你 甘地幾歲死的 可能你也不知道 但有人跟你說 他14歲之後死的 你會說 我可能猜他32歲死 那我就問你 你覺得甘地幾歲死 下面加到assumption 他140歲之前死的 那你可能會猜他80歲 60多 應該是Wikipedia 有一個 有一個anchoring的 effect 所以的話 回到投資領域 講一下股票 之前有一個叫3626 HSSP 是專門做一些 Garmin Labeling的公司 兩三億市值 很小隻 但是他超過得很厲害 跌完之後兩三億市值 是的 升九成的那一天 你也很難拿貨 沒錯 其實你有一個anchoring effect 就是覺得 哇 小隻有得賺 可能很久之前已經有人提過 但是這麼近的例子 人的memory 其實輸給Google 其實也有這個原因 因為你沒有memory 你不夠長 越近的東西就越深刻 是的 你看到3626可以 我們就抽了一隻村口股 新上市小隻的刀炒 刀炒 沒錯 剛好村口股之前 我上次上來講的時候 是講一些construction firm 那時候真的升得挺厲害的 沒錯 升兩成嶺 那這隻140是做什麼的呢 新加坡的建築系公司 新加坡是挖洞的 新加坡是挖洞的公司 土方建築 沒錯 就是挖了一個坦給IPO的 是的 初初不是的 你看到他超額 營購幾倍呢 500多 500多倍 500多倍 你想抽月祖票 抽1200萬股 你還要多少股呢 9萬股不到 真的 慘了 那你找到這件事 你會覺得很符合 logic 環境也適合你 記憶也適合你 anchoring effect也適合你 你是應該爆升的 8號8支招股 最高定價 輝勒poems 一開市 9號多次 1元好像碰過一口 8號8支樓下見 丁收7號4支左右收市 我沒有記錯的話 暗盤 暗盤價 那天一開市的時候 一開市 其實已經對眼界 已經7號6號6 見過7號幾見過 是你都害怕 雖然重的 手數很少 但你肯定不會做什麼 肯定不會想買 沒錯 那時候會想的一個 logic 就是你形成到矛盾位 這個就是第一個 就是伏線 那下面這一部分 接下來講的這五六分鐘 就是關於 怎樣用一些網絡上的search engine google 其實還有很多的搜狗 百度 去找很多這些資料回來 例如會說的就是 其實這隻村控股 為什麼會突然間留意它呢 就是因為其實之前 原來新加坡公司 聯交所批了認同 新加坡公司可以上市之後 其實之前還有一隻 叫1421 有類似的 公概是吧 公概 沒錯1421 好記性 因為升很多 很厲害 之後升很多 他五毛指招股 然後沒有見過這個招股價 在兩年的情況下 升了六倍 全部都是一模一樣 新加坡的建築系統 工程公司 是不是有些歸納的意味 好像拿到HCF出來 那其實如果這件事 你提到 特點都是跟 Fundamental Relation 關係不是太大 是的 沒有關係 千萬不要看PB 千萬不要看PB 兩個都不要看 最好 兩個來講 因為我不是炒他這件事 我炒他的齿輪是 貨型歸邊 還有他有個誘因 那等一下會再講 那你既然找得到這條伏線 原來1421是升得那麼厲害 你是升到六倍 但是這隻這麼好的環境下 你給我破招股價 全紅股 那你會想 其實有沒有些賣 復興了一個Prophecy 是 可能有原因的 然後你會想 其實找到些什麼原因 去支持你買 那時候我一找的時候 那個Logic會想 就是說 包括包銷商 或者是個Sponsor 那個保線人 看回3626 其中有一個包銷商 叫做太平基業證券 平平無奇一個名字 其實很簡單 兩樣東西放在一起 3626 1420 sorry 1421 曲工蓋 和1420 原來兩家都有太平基業證券公司 來做包銷商 那開始有一點 即是背後有同一類人 即是我們叫一類人 叫叫什麼 可能因為是新加坡公司 是的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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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會有個 你開始有個 有些事情 聯想到 那你開始聯想的時候 那沒有人告訴你 聯想什麼 你也不可以 扔本書給Google 自己去想 那你就自己去量一下 看看做什麼 那你想一下 嗯 那你找回太平基業證券 這間公司究竟有多大 查回SFC的證券 其實要只有15-16個人 算是小型證券行 OK 那可能它以前有包銷的 過往經驗 那我查回 其實在兩年裡面 其實它有三間的包銷經驗 那其實不是說 那些很大型 很大型的公司 但是其中一間 就公開了 最新的例子 之後一間 又是新加坡公司 那我會想一個問題就是說 會不會其實它是想 做新加坡公司企業 來香港的盲工族呢 那你開始有了這個 assumption 你就開始把這個項目去化大去想 就是跟你去想 其他故事一樣的道理而已 但是這個項目就是 專注specific 一個項目去想 那我再想下去的時候 就會想 既然如果你這間公司 只有16個人 然後你還要連續 包銷兩間的新加坡公司 你30年的上市 30年的羅尼斯特 組織這間公司的 cooperation的歷史 你和我只是連續兩間 這是非常大的訊號 那我再想下去的時候 就會想 會不會其實因為 你原來是珠寶商人 姓羅的一家 香港的好歷史有久的珠寶商人 那我會再推論一下一件事 就是其實有很多資金 其實是相信你羅先生 掌控的太平經驗證券 你的方向 我對你的信用度非常之高 正等於就是 Client相信了基金 and then 我對你的信用度非常之高 無視短期裏面的 Floating Profit and Loss 我都不會和你沽走分 那是不是等於 你非常之結實 後面的機力 那你再下去想的時候 即是維持貨 那幫人的實力 又回到差不多 是的 你的持貨很高 就是合理或推論 推論 或猜上 我們沒有任何內幕 沒有任何證據去證明 純粹是在公開資料上 找一些共通點去推論 發展是全部在Google找的 真的 這個發揮Google trading 還有一個很分離的項目 你上市三十年 你上市三十年 我想按你的公司名 我在Google 在手狗 在百度 我找不到你的公司的home page 我只是找到那些 你想找他的公司資料 那你給幾十元 我去查個 Google的盲點 商業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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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ogle找不到 所以就證明了 剛才會否有一個推論 就是資金的信任度很高 你沒有home page 我也相信你 是不是 所以的話 我一想完這個項目 我就會覺得 之前你一四 即你的Google 沒有辦法接觸到線下的東西 是的 線下的你掌握不到的 所以其實你又解釋到後面 就是Sidetrack 你的IR 重要性 很多東西了 這個不在這裡說 所以你有這樣的 首先第一個項目 說回整個story 你有了一個伏線 有了1420 這隻公司的啟發了你想 原來可以升到六倍 由3億市值升到 1421 1421 是的 那升了六倍 由3億市值升到20億 有了伏線 做下一部分的 就是找資料過程 聯想 歸能 然後就用你Google的能力 不斷去形成很多資料 然後找這些points出來 原來連了一條線的出來 那你就會猜 好了 那我就猜後面的target price 是多少 那你上市是8.8億市值 我猜你可以炒到20億 那就升大概一倍左右 那現在來說的話 跌下去的 所以其實到最後來說的話 我猜的target price 會去到大概1.6至7 但是中間的持有過程的話 有一件事都要提點賣的 就是說 不要再說這件事 我再說最後的點 為何那時候買它 因為這又是 有些涉及Google的 Trading algorithm 或者是你的個人的速度 或者是市場感 剛才不是說過派貨的嗎 12mil申請 你才拿到多少貨 9萬倍而已 是 開市的時候 為何會有人可以沽到1mil出來 你International placement 是不是 合理啊 你call back了 你50% 你連最後International placement的人 都出來沽貨 你就會更加會去想 嗯 又激 你連沽貨 但是價不下 開出來7.5指 之後5分鐘7.5指 15分鐘7.5指 一個小時都是7.5指最低價 沒有再跌破這個價 比起你International placement 你見到有7.5指這個價 成一道 堆下去吧 還蠻 是不是先 清貨先 但是有一股的買力 是很強 是可以買上價 你不是有這樣的矛盾位在 你就成立了你的theory 最重要的是 更重要的一件事 剛才想的所有事情 推論 你首先 找完這麼多Google的東西 你做多一個動作 你上Google 麻煩你按一次 1421和1420 你看市場上面 有沒有人說同樣的笑話 原來你覺得 不是啊 其實有其他人說了 你只不過是後思後覺 你想的 原來有些人還想得快 那整件事就大打折扣了 是嗎 就像剛才我們一起講 Brissett 如果那個logic已經在市場上面 有人說過 那就已經不是一個 那個alpha會越來越少 就是多些人做 Exactly 所以 在整件事裡面來講 過程就是這樣做 那 轉收在第一天裡面 其實就算我當日當時買完股票 當日放 其實都有20%的獲利 原來那個幅度 是可以比之前的 Internet Construction Fund 等了一個多個星期才有這個回報 所以是 市場上面是真的 每天開你 值得利用你的腦 還有這個residual value 比Google的聯想能力更厲害 其實在市場上很值得租 很值錢 那剛才提到這件事 就是說 跌破之股價 現在好像8月8月9日左右 差不多這價 還沒跌破 但是還有一些關心的 亦都是future wise去想 Vidget said Google 未有的 就是 你要考慮一個刑警的可能性 因為它12月連結 你現在6月30日 還是31日 半年結 是的 它有權去做任何的 profit warning的事情 你看回數的話 雖然我不是偷看數的人 你只看trend的話 你用了大概4000至5000萬港幣 來上市的話 你本來公司再加上你的盈利下滑的話 就是有機會出的 那你就可以再定很多策略 就是既然你現在都開始接近 這個上市的支付架邊緣 雖然你還有下面很多的 那句叫做什麼buyback 穩定價格期 的buyback有成1.25億股 今天都是4000萬多次的 其實你可以buyback很久的 那你就有了這些資訊 去再制定你future wise 你應該怎樣炒這隻股票 那你才可以形成一個你的投資框架 否則的話就是 你是在那裡 好像剛才說的Peddy Power 我就是賭來Exit或者Stay 賭定貨 沒有了 下次不是我的經驗 那你就要存到經驗 那你要聲明一下 你有沒有持有這隻股票 現在有的 我們現在也有持有這隻股票 純粹為了好好你跟這個Google推特學習 不是這樣的 因為第一次開中名義做這個節目 那時候你也提過 其實高峰回遊就是一個 集齊不同的炒家 或者是在這個行業裡面 打滾了那麼多年 每人都有些alpha的 即是有賺錢的招式在後面 所以其實我們除了在做節目以外 會和不同的炒家互相交流之外 互相去學習對方怎樣去賺錢 這隻股票我們買了很少而已 亦都因為這個本身不是我自己 Google trading也不是我的武功 但是為了可以得到系統升級 即是你每次學一招新的武功 或者是每次你見識到一件新的東西 你學會了它 下次你可以用這招來trade 那這個系統就有一點升級 我也是身上學了很多東西 你知不知道 慢慢上去 不要再互相吹捧 我也學了很多東西 所以 為了這件事 我們是有拿著少少1420 不過剛才所說的1421 那些3626 其實沒有的 沒有持有的 是的 我也沒有 所以 最後 因為我們之前節目裡面 也包括了幾個名字 再聲明一下 我們平保現在是沒有拿的 停了profit 之前是3188 3147 亦都是借了profit 或者是neutral 即是原價 沽出去 就 暫時沒有持有的 還有就算好像1420 這些公司 因為波風比較大 還有我們是會出入的 所以也未必可以第一時間 可以通知到觀眾 即是不排除會正手反手 所以大家要留意的 是後面的原因 以及後面的理論 而不是買的 我們下集再有機會 再跟大家更新 以上股票的資訊 我們下星期再見 拜拜 拜拜 好比方 各位大家好 各位很快 我們來週ynen весь辦 非常棒 我們有一個很快的 你也是 不能喝了 我們的美食 和Weer 凌少排 我們現在 我有一個很快 我們有很多 凌晨 有很多 мер задач 沒有 雖然 所以 只有 香港 可以 你如今也可以為兩瓶酒和一扣子卷卷 另外還有相當,我們給我們有幾倍的提供的品貨品 所以我們能夠給你 $400到$360,00 $12,00 $40,00 $40,00 $400,00 $300,00 $70,00 $70,00 $70,00 所以,大家看,只有在MIHKTV Store Cheers